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十岁当成为陆海空副司令 一级上将 职位今在蒋介石之下 蒋介石邀请张学良夫妇 从北京来南京 以表彰他在东北意志中的大功 蒋介石让沿途的船只鸣笛 中央大员全部出动到马头迎接 军乐队奏下古月龄上将 名利炮十九响 这种礼遇在之后 蒋介石再也没为谁使用过 宋美玲第一次见于凤子互称好感 还约她到家里做客 宋美玲的母亲倪贵珍见到于凤子说了一句 今天是哪位神仙 把四姑娘送来我家 于凤子很善解人意 当场拜了倪贵珍为干妈 宋美玲当场于于凤子结为金兰之号 于凤子成为宋氏四姐妹 其实按着年龄 于凤子比宋美玲还略大几个月 她们穿同样的衣服和影流涅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中 于凤子在中间伸出两臂 更挽住宋氏姐妹之景 亲一之壮胜过同胞姐妹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 在英国的于凤子给宋美玲写信 亲爱的美玲姐 学良不良 离开国以后发生这件事 我甚为一看 可否把学良交给我看管 电报发出后石沉大海 于是于凤子从英国回到南京 直接找宋美玲 但此时的宋美玲也被蒋介石背信弃义 搞得狼狈不堪 对于凤子说 事情中不像我们女人想的那么简单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于凤子说 我情愿陪学良坐牢 照顾他的生活 宋美玲大为感动 劝说蒋介石让于凤子到西口陪伴幽进中的张学良 宋美玲再见于凤子时 已是1942年了 宋美玲到美国医治困扰他的皮炎 此时 于凤子也正在美国治疗乳癌 宋美玲在一个月内见于凤子三次 但只为一件事 就是索要蒋介石在1931年918期间 发给张学良的一封不抵抗的密电 两人第一次发生了争吵 原来1940年于凤子身患乳癌 在陪伴了张学良三年后 张学良要求带帝 让于凤子去海外治病 由赵一迪来陪伴自己 在于凤子走时 带走了这份密电 并躲过了特务们的搜查 于凤子到美国后存入银行保险柜中 于凤子拿走电报 视为张学良买了一份保单 使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宋美玲所要密电 足以说明 宋美玲尽管在情理上同情张学良 但在关键问题上 始终在维护蒋介石的利益 经过沟通 于凤智对宋美玲在张学良自由问题上的无奈处境表示理解 两人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友情 1947年宋美玲赴美再次看望于凤智 还致信给张学良夸奖于凤智说 凤姐姐把加州的家布置得得体而气派 那防得让我想起你们从前在北平的顺城王府的格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2 1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